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两条罪不能够一颗罚金 未来判决确定张通荣将会吃上饶饭 今天他两度出面 早上喊冤 下午终于认错道歉 终于鞠躬道歉 张通荣从喊冤到态度大逆转 施压官说被起诉创下县讯长首例 原本上午还不认对警拍桌跑销 但其实恶行恶状警局监视器全都录 9月14号晚上张通荣到警局 替酒驾欧警的料姓妇人说情 要求别用妨碍公务罪移送 所长林黄胜以很多人都在看回绝 张通荣随即变脸呛瞎 以后对你们警察单位我就公事公办 你就移送看看以后别想待在基隆了 我就是针对你 你假如还想在基隆干的话 我告诉你我市长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么记恨 你很了不起 我请警政署长王卓军把你调走 连猪炮咆哮外加拍桌 检方以纵放人犯 妨碍公务罪起诉张通荣 最高可处十年以下徒刑 只是承办案件的所长林黄胜跟原警 也被拖下水起诉 同事私下报不平 其中林黄胜还被调职处分 原定举办的新旧所长交接临时取消 两盆给新所长的祝贺花篮 在办公室显得特别突兀 被欧女警则请假没上班 安乐派出所因为官说事件 人事全非一点也不安乐 三连新闻林俊华 陈家豪 曾婉婷 SNG小组 基隆采访报导 好 观众 手上这份起诉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官说的 来 这个官说的内容 时间是出现在 因为三个礼拜之前是在九月 他说张通荣抵达安乐分住所 同日晚上九点四十二分 张通荣经过 这个是分住所的所长 林查胜告知 料叉秀 这个就是喝酒醉 喝醉酒 还打女警的这一名嫌犯 妨碍公务发生的经过 明知道这个料叉秀是妨碍公务的现行犯 原警依法应该询问这个料叉秀 这个制作逮捕通知书跟笔录 并且将这个料姓女子 笔录啦 录音带啦 照片 逮捕通知书等相关的案件移送分局侦察队 由侦察队移送检察官不得释放这个料姓女子 仍然只是要求警察不要法办料姓女子 并将料姓女子放走 而在同一天晚上九点四十三分 先要求 这个主持就是张通荣市长 先要求他这个人就是安乐所所长林黄胜 要求林黄胜 以及当时值班的一名女警 这样子说 是不是可以不要用妨害公务来办 以及请所长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处罚他 好 等等 结果呢 这个女性的原警就回答说 现场有很多人在看 站在我们执行公务的立场 民众都在看我们的执法过程 好 等等 这个女警按来回答他 张通荣未等这个 这个点点点 这个女警说完 悬因这个林黄胜跟这个女警 未立即应允所求 而觉得颜面禁师 禁机于妨碍公务犯例 在同一天晚上九点五十二分的时候 在安乐分住所值班台前 对着林黄胜跟这个女警怒称 我也无所谓 你们要怎么干你们就去干 我市长就回去了 我就请你们局长来 没关系 你们同仁对我这个市长完全不肯定 OK 我承认 我支持你的看法 我支持你的见解 我支持你为公务的牺牲 我承认 OK 你既然这样讲 讲说不愿意接受市长给你的肯求 没问题 你就移送法办 那以后 我跟你们警察单位 就公事公办 你们就试试看 你就请调 不要再激容 还有哦 我市长就针对你 你很用心 你很了不起 你很了不起 我就请你王署长来给你奖励 然后我请王署长把你调走 我基隆市长不愿意看到这么认真这么用心同仁 在基隆受委屈 我就是这么记恨 没关系 你就这样办 我这样马上调你 调你走 我要叫邱局长马上到这里来 啪 这什么 以手用力拍直搬台 林所长 你假如在基隆想干的话 我告诉你哦 我市长就这样 议员在这里哦 我都无所谓 你安乐所很大 很了不起 点点点 安乐所很大 安乐所很了不起 我市长承让 叫邱局长马上过来 我请教王定宇 这个有看过这样吗 这叫什么 他说这个叫选民服务 来怎么看 是不是叫什么选民服务 我当十一年的议员 我都不知道选民服务 可以这样给务员 然后我刚才听到那一段 这一段如果改编一下 可以在三立的八点党演续出连续剧 太含了啦 那太含了 我今天我今天跟朋友们讲这个事情 第一个 我觉得张通融 张通融是一个 透明的 可爱的坏蛋 即使他能让你看 让你知道原来他们冠是这样做的 那很多在关注这个事情的人 也许是用电话 也许下条子 也在做一样的事情 做什么事呢 八世交给我的公款 市长 我要利用公款来 从事非法制行为 这很大的事情 这不只是检察官要移送法办 作为提名的国民党 难道不应该要求他辞职吗 如果国民党没要求张通融辞职 你简直是把基隆所有的名义当混蛋 因为这有个混蛋市长 而且混蛋市长拿着人民的授权 不是造桥铺路 不是做社会福利 是淹酒醉走去派出所 叫警官就范重犯能犯 如果这样子提名的人 今天国民党说只停权三个月 如果只停权三个月 就可以改冠的位 以后各管齐 要选国民党的民意代表 管市长你注意 你会选出混蛋 而且他还不理你 因为这个事情太夸张了 所有人看到这些都觉得怎么会这样子 我刚才去派出所 人家派出所警官说 有得衰 对一个市长来到那些 大家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所以所长被重犯能犯 移送 承办的警员也被移送 我觉得他们有点无辜 但办有一个好处 以后所有的说不完 你抗拒压力的说 我如果接受你违法官说 我会让上话办 那我最后提一点就是说 讨论小军姐你念那段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张同仁讲说 好哦 你不帮 除了这样不要再找基隆混 你警察丁去摸他为我 他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我跟你说 以后你们警察跟我 就是公事公办 那我就很好奇了 在今天以前 在那件事情以前 有没有公事私办 有没有私事公办 以前到底是怎么办的 我只想要查一下 一个敢大摇大摆到派出所 要求重犯能犯的市长 绝对不会只干这件事情 从1996年张同仁就因为议长会选案 被判刑七个月 马英九你为什么让他选议长 马英九你为什么提名他选市长 为什么马力兄弟之后提名张同仁 还提名两次 而且马英九学校那一届有三个高材生 都是德义门生 邝丽争 刘正宏 加上张通龙 那是同仁的 那是马英九做主席同仁的 一个叫罪不及欺奴 一个是第一名的县长 把大埔农社这样搞得乱七八糟 再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这一个混蛋市长 都是马英九做东主席一手栽培提拔的 还不迟 还只停留三个月 基隆市民如果你不生气的话 我们外先生是准备要死 只能拼一个人不要来我们家算 不过这样的父母官来国同大哥好大 张同龙市长驚在三岛的独卷 但是我相信他来生又是不好 到底由我做一个遇到 我善民服务啊 我已经做到基材 我当当一个市长 不记得你的派思索 市长要叫局长 他们叫局长就叫局长 就出风阵 就是台中那次 王智南民和那个 他可以打电话叫局长来处理 他自己秦心招到派思索 你还没法民主 他的愤怒在这一刻 我们自己来看 张同龙所颠纖出来是什么问题 你说他的政敌现实有狗 有狗啊 每次选举都贏了 李文雄是思议 每次都贏了 对吗 他都贏了不对 但是我们在看 这个人选举的时候做过人家 就过人家就像他一样 他说什么才说什么 他没有想法制观念 过人家似乎没有法治 为什么他这么好大 他扣什么死 我们想想 马英雄也是同样 马英雄台北市 有建保委三百个月不来的时候 他一心理心拍书 台湾说该说你来害 他没在插你 他的个人不能把法治当做法治 马英雄和他英雄 英雄和台湾管政府 现在说 美丽我们的 全建议要来听 他打过 台湾管政府说 不用拆 台湾现在没法治 所以 如果要比较 马英雄和台湾管这件 张总统想说 我完诺 我到底哪里不对 我宣明夫跟牌子收起 这是我心中的条件 哪里不对 叫你们放人是哪里不对 其实不对 哪里不对 我今天最小看这份 请示售 检察官 你不要放水放得这么明显 这不是妨碍公务 张总统妨碍什么公务 张总统是借势借端 腐质 你会要办案还是不要办案 一个丁细就谁就端 回头 叫人办案 办案 会会听他的命令 不得不办 你所有人都要 牽手妨碍公务 张总统是指定的 他是借势借端 这条下去 那十多七年 以上十年 但是你已经说 妨碍公务 他说我显民服务 未来的犯人还进到半岗 我还是想 但是 那时候还有一点 犯罪事 寻写到这样 陈小晋你念到这样 好 看到张总统派的 动机 犯罪东机 检察官你找到没有 是真的如他所讲的 宣明服务 还是这个人 必须他去派出所 我他才说 有一个 俘虏说 卡电话 市长就去了 好 这开始 所有的管市长的表率 什么原因 他会去派出所 他会叫他秘书 应酬贾酒 他会叫秘书 你给我去处理一下 秘书不是就去处理了 就我市长自己去 这个人他秘书自己去 秘书都要回家 你想说那人多重 检察官要办案 要认真一点 不要挑战 妨碍公务 他妨碍什么公务 他的公务 他的公务 他有负责去抓人吗 不是 这样看来 徐老师照这样看 这个起诉的内容 起诉的内容 还有放水 小君 基隆版是台湾头 可是你想想看 基隆在过去几年的发展 现在大家会认为 他在台湾几个城市里面 排名是什么样子 今天我看完以后 我才了解说原来是这样 这是笔录吗 这是白道在做事情 我听起来 所用的语词都像黑道 王卓军好像是什么 他们的警戒 好像是我只要找王卓军 我就可以处理你这个局长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内容吗 他有一个监视器 每个开始手里面都有 刚好有 小英国 他怎么没有刚好 像翁琪南这样子被灰掉 只是都洗掉呢 小英国权最好 真的把这个VCR公布好了 他有个检举的人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VCR公布了 还让台湾知道 台湾老百姓知道说 我们的公务人员 是怎么在处理事情 警察是怎么在处理事情 刚才国内大学讲说 这是什么大事 为什么要处理 国内大学这是好机会 还有一个市长 我们很难想象 一个都市的市长 去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跑到派出所 而且是采取这样的态度 他怎么去恐吓这些警察的 我在想说这是第一次吗 搞不好所有的派出所 都遇过这种事情 基隆是怎么在办事情的 基隆是中华民国力部分吗 基隆是没有法治的地方吗 现在国民党说 三个月停权 我觉得国民党 刚才纪委员已经讲过 你不要危机处理 最后本来有转机变成大危机 你三个月大家可以接受吗 张通融的事情不会结束的 很多基隆的问题 什么LV 什么LCD灯 什么到底有没有放过 光束有没有怎样 很多事情会爆出来 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 说一个两任的市长 到底把基隆建设成什么样子 一个选民服务就这么勤劳 那基隆应该做得很好啊 对不对 哪有台北市场 好像没有这样做吗 不可能嘛 可是为什么会闹成这样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 每一段话我读完 我都觉得说 这是政府吗 还是黑道在为市 郭大哥不是妨碍公务 是黑道为市啊 这个叫做首长的选民服务 消息片刻 现定有一个基隆人 你算书一嘛 对不对 没说 写书 现在知道书的理由找到了 我们消息片刻 马上再回来